各位环球东方卫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孙楠 祝大家在2016年能够猴年大吉 万事如意 心向事成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对话好莱坞 我是董佳佳 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著名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孙楠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孙楠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 那您怎么样就是觉得时差还倒过来了吗 还行吗 觉得休息的还可以吗 看您精神状态特别好 来了之后又睡觉每天早上跑步 每天早上跑步 对对对 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在洛杉矶 因为洛杉矶好像有很多可以好吃的 对 是挺多好吃的 亚洲美食也挺多的 对 在日韩的 对 在华人街 对对 中国的 有吃到有什么特别喜欢要推荐的这个洛杉矶的这个 好吃的地方吗 我觉得亚洲美食都挺好的 但我吃不了西餐 吃不了西餐是吗 对 我觉得也是中国美食最好吃了 其实 那其实我看到您最近活跃在很多的这个电视歌唱类节目当中 您是为什么说最近要参加那么多的这个歌唱类节目呢 这个没有什么为什么 因为很爱唱歌是吗 对 因为我是个唱歌的嘛 唱歌的就有舞台 没有舞台那就唱卡拉OK了 那没错 那所以说有这样的舞台我们就可以把你自己想唱的歌都唱一唱 平时我们演出的时候基本上都唱自己的歌嘛 但是如果参加这个综艺节目的话会唱很多自己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演唱的 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也知道您是出生在一个文艺音乐家庭当中 然后呢您的爸爸是学唱美声的是不是 是 然后呢您是唱这个流行音乐奏流行音乐这条道 那我想问一下那就是在您演唱的时候会不会或多或少的用到一些美声的技巧在您 我没学过美声 没学过美声 所以没有美声的技巧 那或者说您的父亲在您刚刚起步您的歌唱生涯中会给您一些 技巧上音乐技巧上的建议或者帮助吗 我觉得音乐音乐上没有技巧 对 所谓音乐技巧就是熟能生巧 熟能生巧 你多唱多练就能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但是你说有什么专业的技巧 我觉得唱流行歌跟唱美声不一样 对 因为美声求的是大同 高音就是高音就是那样的 用什么样的方式或用什么技巧去唱 流行歌不是 流行歌是更注重内心的个性 跟自在的去表演 所以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演唱方式 但是他们要统一的东西也是一样 就是必须得好听 那是肯定的 所以我没有学过美声 没有学过美声 但是我平时有的时候也听歌剧 听歌剧 对 因为只是一个欣赏的人 一个角度来看上 OK 那您从小的这个梦想就是当一个一名歌手吗 我从小的梦想不是当老师 是什么呀 很多梦想 很多梦想 肯定没有歌手 这个梦想 那又是什么切记 让您成为了一名歌手呢 其他的梦想都破灭了 最后谁再不行 就是唱歌 那歌唱的最好是不是 歌唱的最好 所以就当歌手 对我来说可能会有能力 最容易 嗯 没错 那那个 大家都知道 您除了是一名好歌手之外呢 您也是一个好爸爸 更是一个好爸爸 那您会以后 让您的子女走上音乐的条路吗 我不会 不会嘛 不会去 强求 故意地会让她们走这样的 我会让她们觉得 应该学到自己 应该学到自己 音乐呢 毕竟是一个爱好 对 嗯 当然 其实虽然音乐在生活当中很重要 嗯 但是我觉得 呃 完 就完善自己 可能比 某些技能更重要 更重要 像他们在学校小学 小孩的时候 呃 起码把三观建立了之后 要 要做一个快乐的人 嗯 做一个利他的人 嗯 嗯 他这样的话 他在未来的 旅行道路当中 才不会走很多弯路 啊 那是肯定的 所以我觉得 做音乐也好 嗯 还是做艺术也好 嗯 那要看他最后的 他的天分是怎么样 嗯 因为 我觉得做艺术是需要天分的 嗯 不是说 有的时候我努力了怎么样 就一定会成功 对 对 我觉得天分很重要 嗯 嗯 我希望他们找到自己的 那份天分 对 最适合的工作 你真是一个好爸爸 那是肯定的 爱的路 总是充满了祝福 爱北里 你还在把爱审卖 我在这里 为你整夜在徘徊 看不到未来 却挡不住相爱 就算短暂分开 也不能把这缘分结束 曾经走过漫漫长路 泪水摸护了我和你 那一刻我们俩 依偎在一起 从此永远不住 爱北里 你还在哪里等待 爱的路 总是充满了祝福 爱北里 你还在把爱审卖 太后一回事 我睡一会儿 更远不住 你还在哪里 你还在哪里 别人不用丁寂寂寞 你还在哪里 这一日我穷 小鱼 只要勇为默默的祈祷 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 曾经走过漫长路 泪水模糊了我和你 那一刻我们俩 依偎在一起 从此永远不太分离 我相信那份爱这份感动 只要你永远这勇气 真心付出自己一切 都为爱日而牵扑 最长的等待也不怕 曾经走过漫长路 只要有爱默默的祈祷 真心的让彼此更幸福 曾经走过漫长路 泪水模糊了我和你 那一刻我们俩 以为在一起 从此永远不太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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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永远不太分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无味杂陈 刚开始说要来给你这个奖的时候还有点不太相信 因为毕竟我们的中国零音乐起步比较晚 那么能够代表中国的零音乐界来拿这个奖对我来讲 应该是很自豪的吧 因为终于像格兰美这样的也开始关注中国的零音乐 我觉得这个会重要 那么他这个奖也是给对我来讲有点舒服务情 因为他这奖以前都是班里什么 包括Pietos和Romeuco等等一些非凡伟大的艺术家 那么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这个相去甚远 但是姑且当着一个鼓励吧 那么特别高兴 然后来到格兰美的这个纪念馆 然后跟格兰美洲主席一块他跟我介绍 包括那个纪念的墙 所以有一天也会有南部中国零音乐的一期之地 我觉得这个特别让人公演很开心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不是您个人的骄傲 更是我们所有这个华人中国人的这个骄傲 华人之光 其实就是 为什么现在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主席的荣誉大奖 给我让我来美国 对 我觉得跟我们中国确实越来越强盛 包括越来越受到关注 我觉得是分不太多 没错 那现在您也知道这个美国跟中国 有越来越多的这个音乐上面的合作 包括很多西方音乐当中 也融入了很多中华的元素在里面 那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其实做音乐的 音乐就是说 我们在玩音乐的第一天就知道 音乐是不需要国家界限 对 那么它需要的是心与新的故土 对 都是一种感受 对 所以我想不管是美国的音乐也好 还是中国的音乐也好 只要都是从心里面去表现的话 对 我觉得它就是最好的 那像今年这个格兰美特医致敬中国 然后您又是代表整个中国的 华语乐团来领这个奖 那我想问一下 您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 与国际方面 比如说美国方面的音乐界 有更多的合作呢 我当然希望 希望我的新的专辑可以 有一部分在美国来做 嗯 因为美国的音乐确实 有很多知道我们学习 对 所以 我希望呢 有几首歌吧 可以跟美国的制作人也好 一些音乐人也好 一起合作 嗯 那我们非常的期待就是您能够把更多的中国音乐 带给我们很多没有观众或者乃至整个世界这个样子 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我想做更多的好的音乐 那么能代表中国 那么让中国的还有我的歌迷他们能够喜欢 我觉得就是我最想做的 有多远 走多远 我都没想到那么多 我想 因为 我做我自己的 完之后呢 我用我自己的 专注 专注 用自己的用心 去做一张好的音乐 好的音乐 没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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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火辉煌的街头 突然 突然 熄来了 一阵寒流 遥远的温柔 沿不了尽愁是否 再随不住流 一个人在梦游 像奔跑的犀牛 不到最后不罢休 不到最后不罢休 爱若需要厮守 恨更需要自由 爱与恨纠缠不朽 爱与恨纠缠不朽 我拿什么拯救 当爱覆水难受 谁能把谁保留心愿 为谁等待 我拿什么拯救 其难天天与疯红 谁能把谁保留 能让爱又不朽 前生人静的时候 我就潜伏在你的伤口 梦是倾气球向天外飞走 最后的花左右 一个人在梦游 像奔跑的喜闹 不到最后不罢休 爱了需要四周 恨更需要自由 爱与恨纠缠不朽 我拿什么将交 让爱不遂难受 谁能把谁保留情愿违 谁等待爱 我拿什么拯救 谁能天天分后 谁能把谁保留情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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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天天分后 谁能把谁保留情愿违 谁能把谁保留情愿违 谁保留情愿违 谁保留情愿违 我发现一件特别妙的一件事情 其实在您来之前 我们洛杉矶真的是很冷 然后还一直在下雨 您一来之后 我们洛杉矶就非常的温暖 其实我相信 这是我们洛杉矶歌迷 对您喜爱的热情有关 我想问您作为回馈的话 您会不会在之后 给我们洛杉矶的歌迷 带来一些惊喜 或者福利之类的呢 我们有这个也许吧 因为有S1 MOS 太阳会有 对对对 没错 反正我走哪都不会下雨 这是真的 所以就给人带来阳光 但是洛杉矶是一个 比较干旱的城市 对啊 我希望下点雨 你希望下点雨吗 那就是加州阳光这个 对 下点雨会更好 那么希望能够来这个 来洛杉矶的开演唱会 嗯 对我没有听说您 因为五月份会再度光临洛杉矶 是是是是 要做个人的演唱 嗯嗯嗯 希望能够 朋友们来来看 嗯 会唱一些 近几年我参加的这个 综艺节目的一些 除了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把他熟悉的歌 之外还有一些 翻唱的 各个节目当中 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歌 哇那我们好期待呀 好那我想在最后就 问您一下 嗯 对于喜安宁的歌迷来讲 其实最期待的还是 想问您以后还会带来 怎样的新作品呈现给大家 这样 新作品 天天都在想 绞尽脑汁的想 嗯嗯 因为要出新端子就要想 嗯 就要想你的方向 嗯 嗯 很快回到她见面 好 没问题 我们期待着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再次感谢孙男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聊得非常的开心 谢谢您 那也祝您以后 在音乐道路上 会有更辉煌的成就 谢谢 谢谢您